四季 司令 零零七你來了 是 把鹽吸掉 還有這把刀 對不起 身為一個刀客 刀不離身 算了 是 刀客 已經十年 我還以為國家根本把我忘記掉 怎麼會呢 就算是一條內褲一張衛生紙 都有它的用處 這個比喻太好了 我已經做好準備 接受任何任務 好 有道是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我們最近發現了 世界上最古老的暴龍的話是 實驗開始 誰沒有想到 暴龍的龍頭被偷了 而且偷的那個人的身份 非常的神秘 我們現在只知道 這個人喜歡用一支 無堅不摧的金槍 同時身上穿著刀槍不入的盔甲 據我們情報得知呢 他偷了這批國寶 準備跟香港的走私大王 賴有為合作 所以派你去調查 你有沒看過侏羅公園 沒有 侏羅紀看看 對 侏羅紀 暴龍究竟是鬼鬼祟祟 走來走去那一隻 還是 那一隻 是 那一隻 就是沒有人性追著小朋友 有亂咬的那隻 不會 中國那條肯定不會 說的也是 我們特別找了十年前訓練你的 達溫熙來支援你 文西 司令 是 達溫熙 文西 之前進行得怎麼樣了 文西 我最近發明一種東西啊 相信可以幫你 手電筒 錯 這一支不是普通的手電筒 這一支是不需要電池的 太陽能手電筒 在有光的時候它就會亮 那如果沒有光的時候 絕對不會亮 有沒有可能沒光的時候 它也會亮 問得好 關燈 是 你拿另外一支手電筒 來照它呢 它就會亮 怎麼樣了 開燈 是 這個發明還真有創意啊 你們看了那個警衛沒有 我就當它是金千克 是 這個給人家長時間做的監視人用的 我問你 好我怕 你看 她怕了 是不是啊 这个方面还真不错 不错